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南永州 你看这小朋友手拿木枪前滚翻 单手前爬 板击连扣 回头一个飞踢 结果反而被浅色上映的男孩拉倒 使用摔脚剂 骆驼式固定 不仅如此 男孩要练拳 女孩也要练拳 听到老师喊声卧倒 全部通通跟星训跳单站一样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开始就是往前爬 难不成军事教育向下扎根了吗 要想身材好 锻炼不能少 您的体育课想逃也逃不了 虽然说体育实力也代表国力 但过去的网球 足球等基础运动 居然已经不够看 还得用军事运动来取代 难道真的打算全民皆兵吗 仔细比较一下东部战区公布的军演影片 跟这群小朋友在操场上锻炼的画面 简直就只差在小朋友 还需不需要钢盔水壶S腰带 虽然画面看来瞠目结舌 但中国网民普遍表示支持 要将习主席在斗争中成长的真言 奉为闺念 三地新闻对我报道